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希望别人对我们伸出援手 或者能够对我们有所体谅 我们自己也要学着自救 过去一周也是水星在巨蟹冲刺的时候 所以我想很多人应该是有俩功的情况 那在本周二水星也进入了狮子座 当然第一个 我们就会讨论跟狮子有关的问题 出色的第二代啦 或者是跟艺术创作时尚舞台有关的事情 所以有的人讨论追剧的事情 有的人讨论到怎么样变得更漂亮 或者是跟shiny shiny有关的任何部分 也都是我们关注的 所以如果你在这个部分很有天分 那你也会是被我们关注者 我们也会开始讨论或注意到狮子座表现得如何 还有水星进狮子也开始跟冥王星对分了 因此要特别注意 这段时间的确也非常有可能 跟别人沟通的时候硬碰硬 你的口气也硬 然后也会属于不想服输 或者是宁可破裂在所不惜 所以这段时间因为这样而分手 或因为这样而破裂的人际关系应该蛮多的 那如果你们已经到了临界点 就可能在这个时候闹分手哦 好那火天合相在金牛呢 在这一周也进入了紧锣密鼓时期了 火星这一周是16到21度 所以16到22度有星的人都是火星 要对你产生影响的时期 请捏紧你的这个注意力 捏紧神经 因为火天它代表一种猝不及防 突然出现的能量 造成了你们彼此的冲突 对你的那个16到22度有星的人 那颗星产生影响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对个别星座影响是如何 第一组是母羊 金牛 天蝎跟水瓶了 母羊星座朋友 其实在这一周事业或工作上 你会感受到很多的善意 比如说沟通起来也还蛮温柔的 别人也对你相当的包容 所以你其实是得到很大的好处的 那么在感情方面呢 你也应该要主动积极一点 而且是主动积极散发你的温柔能量 或者是因为你给予对方善意或帮助 而产生来电的感觉哦 金牛星座的朋友 其实在这一周我倒觉得范围缩小一点 比如说自己人或在你熟悉的领域 或你很擅长的部分 你能够做得非常出色 我们不需要外扩 我们做好这个部分就很好了 那么在感情方面 你应该是散发出家的感觉 而很吸引人 所以可以比如说在家约会啊 或展现厨艺啊 都是很好的对策哦 这些新作的朋友 其实在这一周 哇有蛮多可能性出现哦 你会发现很多人 来找你合作的人 都很会甜言蜜语 或者是描摹很长远的未来 每一个听起来都很可口 可是当然最后能不能成再说 都要打点折扣 你也不要太兴奋哦 感情方面呢 你会发现桃花云还蛮旺的哦 可是也消退的蛮快的 比如说一个多礼拜没见 你自己也会有点没feel啦 你快进快出 沈平星座的朋友 哇以事业工作来说 这一周有很多的好消息 成功几率高 然后或者是你做的事情得奖啦 或者被看见啦 或被称赞的几率也高 那在感情方面呢 人逢喜事精神爽咯 你最近的确是散发了很高的能量 使得别人想多看你一眼 觉得你很漂亮哦 那我们来看另一个呢 是巨蟹 狮子 摩羯跟双鱼了 巨蟹星座的朋友 其实在事业工作上呢 最近都在谈未来 或计划未来 手边的事情你已经 驾心就熟了 不太需要计算 反而对未来想象蛮多的 不过你很保守我知道 所以它就仅仅于想象 也不到行动 那在感情方面 你也倾向跟你有未来可能性的人 而不是玩玩而已哦 所以你偏谨慎吧 那你的谨慎当然也会让感情 变得比较慢一点 巨蟹星座的朋友 以事业上来说 你可能会接收到 你觉得蛮有搞头的部分 普普通通 所以有一点打折扣 但是偏往务实方向调整是好的 那在感情方面呢 认识比较久的话 比较有机会 刚认识的 我觉得都跟你的想象差很多 可能会有点失望 摩羯星座的朋友 你就是稳稳的啦 那以稳来说呢 就是也给人家一种没有什么惊喜啊 爆发力想象力 但没有关系 稳就好了 一切在你的掌控之内 那别人也会比较难跟你抢 抢不动 那在感情方面呢 你就是比你想象中无趣一些 所以你可能觉得 你已经竭尽所能的有趣 但还不够 你要加油哦 双鱼星座的朋友 最近跟钱有关的事情 是你要忙的重点 所以讨论一下账单账本 或讨论一下你的投资 我觉得是这一周 务实追求的部分 那在感情方面呢 两个人能不能相处 也会有很多事情 视线给你看 处得来就是处得来 处不来就是长得处不来的样子 你应该有所判断哦 第三组是双子处女 天平跟射手了 双子星座的朋友 最近在事业工作上 有推不动的感觉 因为整个大环境 或某些事情 跟你想象的不一样 所以就算你很有效率 也没有用哦 那这个时候就是稍安物造 或者是要用一点技巧 就不是用蛮力可以行的 那在感情方面呢 你们的关系也有陷入僵局的一个状态 比如说对方拒绝沟通了 或者是这个状况跟沟通也没有关系 这一类的 辛苦你了 处女星座的朋友 也要小心贵人变小人 比如说爱之欲你生 物之欲你死 好就爱恨太强烈了 反而会导致事情变得有点难办 所以我们还是就事论事会比较好一点 有了情感的牵扯 或者是类似情勒的部分 就麻烦很多 那感情的部分呢 就要注意了 有类似 你很宠对方 结果把对方宠坏了 那对方反而不够珍惜啦 或对你要求更多 天明星座的朋友 其实在事业上 有一些计划 可能就是要夭折啦 或者是不能继续下去 可能有中断的状况 大中断当然就可能麻烦一点 那小中断的话 你就要告诉自己要有耐心哦 感情方面呢 则是要注意哦 最近可能在某一个点 让你意识到有危险 有点危险 因为它跟你真的太不一样了 或你们两个人的目标不一致 有可能一个要出国 一个要留在国内之类的哦 所以这个部分的点会出现 射手星座的朋友 在这一周 可能要注意的是男性长官 或男性的同事 他们可能对你 比较容易看不顺眼 亦或是有要求 觉得你没有做到 要你花很多的力气去搞定 辛苦你了 那么在感情方面呢 你的个性开始偏务实 那就会难免 谈到一些不愉快的话题 比如说可能对钱啦 对对方的习惯啦 你就很有意见 那当然就比较容易冷场 或让气氛走掉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